大家好我是輪子 歡迎回到我的單元就是說說你的版 今天沒有來賓 我的來賓已經 空了 用光了 那今天呢 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下鍋愛版 就是 不免俗的呢 還是跟大家講一下呢 我 好不好 就是玩版大概有六年左右吧 六七年左右 我是常出沒在台北的玩家 OK 但是我已經這一年我都沒有玩 說實在我自己自首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Ryan的Darkside 如果你上網去看的話呢 你會看到他實的版本 跟我現在手上這張有點不一樣 因為呢 他有做過改版 我現在呢 就先以這張 我手上有這張來跟大家分享 分享完之後呢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呢 就是新版跟舊版之間呢 有什麼差異 Ryan呢是一個非常知名的下坡 長版的一個品牌 雖然說是非常知名喔 或者說他做工非常的好 不過呢 他的售價其實是滿便宜 我記得我以前買這張版的時候 那個價錢有讓我嚇到 他就是 Darkside這個系列呢 他其實原本呢 他是有三個名字 三個長度 就是Darkside 然後Otherside 還有就是什麼 Brightside 他其實是三個一樣的版型 然後三個名字 三個長度 那以前的時候呢 他的版花 還會就是 如果你一次買三張的話 他可以連起來 變成一張圖 他就是三六三八三四 這樣子 三個長度 那你如果現在去他官方網站上看的話呢 你就看不到其他名字了 他的呢一些數據喔 版寬版長啊 好輪距啊等等的 他的官方非常的貼心 有一張圖 好不好放在這邊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 這張版呢他有 兩個輪距 可以選擇 就可以依照你想玩 freeride啊 或是我想玩NP 要偏downhill一點啊 就可以自己去做調整 這張呢其實是 若干年前 輪子講古 若干年前呢 他 台灣呢 引進的版店 AM呢 跟他推出的一個 聯名版型 像現在現今的那個 長版啊大部分 都會挖輪潮 好像我自己也是 比較喜歡挖輪潮的部分 就是在這個前面 還有後面 輪子的地方呢 他會挖掉一點點 上面看起來還是一樣 是平的 讓你呢 比較不會搖輪 Ryan他以前 當年呢 屌的就是呢 他說老子不需要 我不需要那個 挖輪潮 我直接把板扭曲 有沒有 所以你會看到 輪子這張板呢 這個他的側面呢 concave呢 這個輪架的 輪子的上面 這個輪潮的部分呢 他是做一個 非常狂的一個 向上折疊的一個 感覺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用電 我也是可以 不咬人 那再來呢 他還有另外一個 特別的設計就是 他的底座 我現在沒有拆啦 不過呢 你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 看這邊好像比較明顯 他底座這邊呢 其實他也是一樣 他有推平 這個概念呢 現在的下坡長版呢 幾乎都有沿用了 就是呢 你前後兩個輪架呢 基準水平 水平 放著的時候呢 他其實會是一樣的 因為有的板呢 他沒有注意 他做那個弧度啊 或什麼的時候 就是他會 你輪架裝上去 他其實是會改變 輪架的角度 或者是呢 他可能會前低後高 或前高後低 一點點 但是Ryan他當年呢 就有做這個考量 所以呢 他有把 前面的輪架座呢 跟後面的輪架座呢 做一個平衡 好 這個部分也蠻細心的 不過現在呢 你如果 去看 長版的話呢 基本上來說 下坡版 他都會有 注意到這樣的設計 現在的 板子啊 很長就是 他也做這個底座 他也做這樣 他也想要有這種概念 但是呢 他會跟挖輪槽呢 是一樣的方式 就是他會把 這邊 底座這邊的 板面呢 稍微挖掉 好挖掉 讓他成為平行 那這一方面來說呢 他就是又 板身呢 又更低 又是可以很簡單呢 達到他要的那個平衡 Ryan呢就是說 沒有 我就整張板就是扭曲 我用扭的 算是優點 也算是缺點 這個要看大家 在玩板的時候是怎麼想的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很明顯看到呢 這個前面的輪架座 跟後面的輪架座呢 他其實是有一點凸起 好 大家可以看到嗎 這塊凸起 看起來不太明顯 還是很明顯 但是呢 你腳上去的時候 是非常有感覺 尤其是這邊 這邊高 然後這邊又低 好 所以這邊有一個落差 是你的腳會非常有感覺 後面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的這個 他幾乎是呢 從中間這一塊 這邊有一個相當明顯的一個凸起 上來就直接跟尾巴幾乎是平高了 他的concave一直都是很狂 好 以前呢 在玩坡的時候 其實現在玩坡也是 有兩種愛好 有一派的想法 就是說 我的板最好就是像這樣子 concave非常深 我腳踩哪裡 我自己都知道 而且呢 我踩上去之後呢 我的施力呢 是不用再移動我的腳位 直接就移不到位這樣子 那另外一派呢 就是 嗯 freestyle 他就覺得說 靠我的板子平的比較好用啊 那突來突去的 我覺得我站起來 有一點就是受限制 我希望站在不同的地方 那這個呢 就是見仁見智 他有tail就是 我之前講過嘛 如果你想做slide的話 其實你的雙腳在輪距裡面 好 再推 跟你的雙腳呢 在輪架上面去推 好跟你的雙腳呢 離開輪架的外面去推 那個整個力量是差十萬八千里 差非常的多 我在用這張之前啊 我的板其實是APEX啦 好我也拿他來亂玩這樣 APEX是一張很好的板 但是我的APEX只有缺點就是 他沒有辦法踩頭 因為他頭太小 好那時候我就看到就是 金寶老師 他玩freeride 轉得亂七八糟的 為什麼 因為呢 他其實呢 有叼板尾 我就想說 好想要嘗試一下 叼板尾的感覺 講回來呢 這concave 是好也是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高 好所以你踩 其實呢 還是受限制蠻大的 你基本上講就是 踩在兩個輪架裡面呢 是他最建議的踩法 但是你 我剛剛講的嘛 你有可能想要踩在輪架上面 因為踩在輪架上面 尤其是前腳 其實經過實驗證明呢 他對於 因為他直接施力在輪架上面 他對於輪架的掌握度 是最好的 他因為這個突起的關係呢 你沒有辦法 幾乎是很難 我自己克服不了啦 踩在輪架上面 因為他就是突起來 然後你會有點怕 我的話是很怕啦 這個呢 是他的好處 也是他的缺點 那就 你們大家自己去考量 這樣子 他有一個缺點就是 他不太能裝腳打 因為我剛剛講的嘛 他這邊呢 前面呢有個突起 他這邊突起呢 其實他從這邊前面呢 這邊 這條線 就開始了 所以呢 你的腳基本上來講 是放在這邊 放在這個位置 那你看他離這個 我前面的這個螺絲 還差這麼遠 所以呢 你如果是一根的 沒辦法 那如果是一排的那種 就是稍微他可以有一點 位移的 那種的可能可以 但是呢 這張板呢 欸 又覺得好像不用裝腳打 因為他都幫你卡住了 那再來呢 講到輪架 我這個輪架已經 千瘡白桶都掉漆了 這個輪架呢 是BOSEN的45度輪架 那他算是一個 入門輪架的一環 就是 輪架呢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去看呢 他有分很多種不同的 等級 之前一直講嘛 入門三輪架是什麼 Paris Catiburn 然後還有 入門的輪架的意思 就是說他的價錢 都滿相近的 我之前講了嘛 入門輪架 你就挑外型你喜歡的 所以我就 就是選了BOSEN的45度 輪架角度的部分呢 像玩freeride的話呢 45度可以比50度 更快的壓到那個 可以slide的那個幾點 你用45度的話 可能在轉彎的前面 就差不多 就可以做slide 但如果你用50度的話 可能轉彎要轉到 要拋到一個 也是一樣50度的角度 50度就是比較慢一點 進入slide 然後45度就是比較快一點 對 大概啦 在做slide的話的 感覺差異是這樣子 我的BUSHING呢 是RIOT的 BRO SIDE的話呢 是90A 然後呢 BRO SIDE的話呢 是92.5A 這家的BUSHING呢 比較出偏下鍋在用的 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出一個92.5 多一個0.5這樣子 我自己呢 就是有試過 90A 92.5 然後還有95 這樣的組合搭配 好 如果是BRO SIDE95的話呢 我在真正的實際上的實驗發現呢 我對於路線的選擇會變少 因為他實在太硬太難壓了 會造成我就是 沒辦法隨心所欲的到我 那個賽道裡面 那個彎 我想要到的地方 例如說這個道路這麼寬 好 那我能不能呢 切內 切外 都可以 還是呢我換硬了之後變成 只能切外 沒辦法切內 那這樣的話呢 我覺得不好 很不靈活啦 對我不喜歡這種感覺 所以我後來呢 就從95 92.5的搭配內 又換回92.5 90的搭配 那我認為是比較符合我的使用需求 輪子呢 不用多講了 席捲全台灣的貓頭鷹 他是一個好輪子 尤其是在我這種低速玩家 坦白講我自己覺得我沒辦法玩到太高速了 所以我不太知道高速以後的世界 我們剛入門的時候玩得不快 但是你又想要學Slide 因為Slide跟速度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你要能夠達到Slide的速度 你才會Slide 那Slide的速度是誰決定的呢 其實就是輪子決定的 很多有一些前輩 你在問他Slide的時候 他都會跟你講 再快一點 沒有錯 再快一點 達到那個輪子可以Slide的程度 你動作要做對 他就Slide了 貓頭鷹這個輪子呢 就是比較像是低速 低速Slide用 那這個都講完了 對不對 我就來跟大家講一下 新版跟舊版的差異 你現在去Rion的網站上看的話 你會看到他的新版本 全部都叫Slide 然後他Slide就是有分34 36 38 然後他的圖幾乎都是一模一樣 已經沒有當時那種特色了 但他有一個很棒的改動 一個是輕量化 一個是挖輪槽 因為我這張版36 你看起來很小對不對 其實他超級重 這是因為當時他們在聯名 要推出這個版的時候呢 其實AMM就要求他要更堅固 加固 所以呢 他的材質呢就是 對剛剛沒講到材質 他中間是竹 不要懷疑 是竹心 那你會覺得說 竹不是很軟彈嗎 沒有他是用竹心 一個一個竹心的去拼接 他的技術叫做VLAN 他有點類似跑車那種 壓縮那種變形量的概念 也就是說你撞到的時候呢 我們一般版撞到他會 開口笑 撞到的時候 如果你是夾板的話 夾子的夾 夾板的話他就是 開口笑這樣子 那這個開口笑你不去處理的話 就是 原本是這樣子列板頭嘛 然後他會越列越開 越列越開 最後你整張版就掰了 其實呢 我這邊呢 有曾經遭受過強烈撞擊 玩破的時候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整張呢 就是這邊膨起來了一點 然後其他地方呢 都沒什麼問題 他就是有點像跑車那種概念 撞拿他就炸拿 可是他不會整張炸到 炸進來這樣子 這個也是一個很厲害的 我覺得他的設計 然後呢 上下是夾薄鮮 我這個人呢 是薄鮮控 大家都覺得說 為什麼一張長版這麼貴 他跟滑板到底差在哪裡 長版的 考量 他這些版型 他就是每一張版 都是 不一樣的 再來呢就是他的材質 並不只是蜂木壓壓壓壓壓 他呢現在有很多什麼 鏤空材質啊 然後什麼像這種竹心的 V-Land的材質啊 波鮮 等等的 那像我是波鮮控 我覺得波鮮就是 堅固耐用的保證 而且呢 又防水 上下的那個波鮮 他會把它就是 hold住 防水 側面不防啦 但我覺得上下波鮮OK啦 擋水這樣子還OK 撐得住 然後呢他也不需要什麼彈跳力 所以長版是比 一般技術版還能夠 就是抗水一點點 那當年呢就是 有跟Ryan特別要求說 他這張要固化 要更強一點 所以我忘記 他的波鮮就是多了幾層啊 因為波鮮是這樣 很重重重這樣子 膠織上去的嘛 然後他就是要求多層一點 所以呢就變成說 這張呢 甚至比起他原本的DUXI還要重 那這個我認為是他的小缺點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拿那麼重的版 挖輪槽 他大概是終於聽到了玩家的心聲啦 因為他即使很屌的 說我這個是可以拉起來的 我這個角度OK的 但是其實呢 你看輪子 有沒有看到 我的輪架呢 還是有電啊 基本上來講 電價都還是推薦你要電一下 呵呵 那這樣的話 就違背了一個 低底盤的一個訴求嘛 所以他在新改版的時候呢 挖了輪槽 讓整個的版身可以更下沉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決定 真的 再來呢就是輕量化啦 輕量化真的是蠻重要的耶 因為你拿著版真的很重 以上呢就是這張 Ryan The Dark Side的一個新的分享 給大家做參考 那 這張呢你們現在應該也買不到了啦 可是你們可以買新版的 尤其是你想玩freeride的 因為這張呢 freeride的評價非常的高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分享 加按讚 想看更多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訂閱我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 下次見 下次謝謝